掌柜早 掌柜好 总号回店了吗 回了 怎么说呀 说是三十万两以下 请掌柜做主 不过请掌柜多加小心 日昌和一旦出事 有可能造成整个失灭动荡 那日昌和那边什么情况 听说有好多到期的贴票 都不能兑付 那他们要的三十万两白银 还给不 秦掌柜 吴家东彦的大账房江先生来了 说有事要跟您商量 江先生 快请 掌柜的 后来 要不在乎 还要不在乎 那面是什么 这边还要不在乎 这边还有我们的 那边是 到底是什么 那边的 我们都要找到 你的 那边是 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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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长会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秦长会 快快请 请 姜先生 今天大驾光临 不知有何尖叫啊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日昌和出事 向秦长会求救 我想知道秦长会是怎么打算的 我们现在一共有多少 二十五万两 人家把真金白银存进来 我们总没有不取给人家的道理 那日昌和那边 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是 钱庄一行 是互同有无 互相拆解 乃是常事 太平市的 大伙友善有良 互相帮着 那是理所应当 但是我听说 今儿一大早 日昌和门口就有无数人拥挤 集队已然成风 这个时候 秦长会的钱进去 怕是杯水车心 有趣误会啊 就算日昌和现在已经是积极可危 但出于同行道义 我怎么也该伸出援手 我劝秦长会 还是袖手旁观的好 我请问您做人做事 向来有自己的担当 正不会说 去误会 火烧身 不算担当 只算鲁莽 送客 秦展会 您看看外边 这些都是我们吴家的掌柜伙计 以及客商 他们在保风龙都有账号 只要我一声令下 他们就会立刻涌进保风龙 纷纷取出他们的线 也不多 就几万两银子 我相信秦展会一定可以应付 但是这么多人 一下子涌进保风龙 争迁恐后的曲线 这传出去会是什么样的厚 再加上最近日昌和的情况 我估计 保风龙也会马上被挤退 那时候 秦展会还能应付吗 好 秦展会 日昌和派人来催了 秦展会 我们家少奶奶说 京阳户场多些日子 有一笔款子 也找一家钱庄寄存一下 不知道保风龙有没有兴趣 你就跟日昌和派人说 就说本号 不许拆劲 好 不许拆劲 好 你拆劲 老爷 那外边 我看着呢 那我们今天还开门吗 天成亨那边的拆戒送过来没有 还没有 赶紧派人去催 已经派过了 好 只要现营一到 马上开门 是 小贵 老师 小贵 电报从北京日昌中发来的 北京日昌 小贵 老爷 出事了 北京日昌河 挂牌了 这 那为什么 王府的下人们 听到风声 纷纷到日昌河提款 北京日昌河 山穷水尽 只能挂牌 暂时休矣 这 这要是传开了 马上会被挤兑的 已经传开了 老爷 老爷 常规的 老爷 正通银号的掌柜说 日昌河出事的消息 已经传出 现在市面很不稳定 他们不敢拆解给我们 怕挤兑风气 他们也应付不了啊 天成亨那老板 也是这么说的 对 老鹏龙说 他们走话不同意 也是怕挤兑风潮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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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鹏 小鹏 电报 老鹏 上海日昌河的电报 你拆 来 你 上海的日昌河 挂牌了 老鹏 老鹏 完了 神家 完了 神家 完了 这 这什么意思啊 蝎业 蝎业到什么时候这是 那我的天票呢 还能兑现吧 我的存款呢 我这一辈子的血汗钱呢 神思汗 开门 开门呢 神思汗 开门 开门呢 你怀我银子啊 蝎业 快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怀我银子啊 分享 처 kazú丝 哦 加油 社 Turoma 来 公子啊 剑哥 来 公子啊 快 走 小 转 Er piace 是啊 早先 老鹏 绕 Fox 是谁 十极海 谁敢动 是谁整我们沈家